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花絲拉 今天是2月20日 天氣很好 所以花絲拉又要帶大家去看另一個新屋苑 想未講之前 請大家按一按 Like 我現在駕駛到這個地方是Milton Park 它是一個 Business Park Milton Park 大約有250多個地方 寫字樓通常都是以科技和商業居多 我今天不是想介紹Milton Park 給大家 其實我只是老徑 因為Milton Park 很接近Deckord 今天我要介紹的屋 位於Deckord 這裏還有一間 UPS Customer Service Center DHL也是在買的 現在我又說說Deckord有什麼好學校 其實Deckord周邊都有很多中學和小學 看這間就要特別給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這間是很有名的 不要看它是政府學校 這間的確是女子中學的成績更好 另外一間就叫 UTC Osforcher 這間學校主要是學 譬如是Chemetry、Science、Free Camper等 如果小朋友喜歡學科學 這間學校就最適合 Deckord這間的地方交通都算是方便 它有火車 又可以去到Cardiva、Reddick、雷丁 牛津、Swindon 話這麼快就到達了我們要到的地方 今天就要介紹這個Villowbroke Park 在Deckord 這間是四房獨立屋 售價是525元 這間房子有前後花園 進門口這個位置有點窄 接著來看看門口的右邊洗手間 打開門看到有窗 很光猛 尺寸也適中 這個門的設計 大家要安裝窗簾 再走進去看看廳 這個廳很開陽很光亮 而且尺寸也不小 這個廳是直接通往這個廚房的 開放式廚房 看到也很光亮 飯桌是對著花園 這間房子焗爐用的牌子是AEG 雪櫃 雪櫃呢 就用這個牌子Sanouzi 而抽油煙機也是用這個AEG的牌子 而抽油煙機也是用這個AEG的牌子 Chanouzi 你的花園鋪了草地和石磚 而有一條石磚的路子通往你的家庭 不好意思 花師奶不知道怎樣開這個白葉簾 看不清楚 但不用緊張 待會我上樓上 就會zoom in 回到你的家庭 看得清楚 飯櫃這邊還有一隻窗 我打開窗簾給大家看一下 看得到外面的空位 是很窄很窄的 其實可能是一隻貓的身位 飯廳的門是玻璃門 廚房還有一扇門 這裡可以放一些吸塵機 掃把 雜物之類的東西 現在我們上樓上看看 上來這裡 讓大家看看 這個全景 我們看看第一間房間 這個是樓梯對著的 一上來就可以看到 這個洗手間很大 很開陽 因為窗戶是開得很大 很寬敞 洗手間隔壁 這是第一間房間 看到它的房間也是很大 很寬敞 而且很光亮 也都是 很寬敞 而且光亮 這間房間 可以看到它很大 很寬敞 很寬敞 而且是光亮 非常光亮 這間房間 是很寬敞 接著樓梯有一個小房子 放在煲餐 再來看第二間 這間已經是主人房 你看到地方很大 還有很光亮 加上它還連著洗手間和浴室 這間房間是對正馬路的 洗手間有窗 是一個企缸 還有一個很大的入場衣櫃 好 現在上三樓了 上三樓的洗手間都是在這個位置 跟二樓的一樣 洗手間是連浴室 浴室還有一個花灑 不過要加一塊擋雨板 浴室還有一個小櫃子 讓你擺放一些清潔用品、漂白水之類的東西 再來看看這間房子 這間房子也算大 可以多放一張雙人床 還可以在旁邊擺放兩個床頭燈 我們走到窗前看看花園 這個位置最好 看上去就看到花園 很大 你看到車房的位置 還有一個位置 放了一些小椅子 黑色的小椅子 好了 接著樓梯也有一個房間 這是一個雜物室 還有一塊板 可以放到很多東西 這裡 可以放到很多東西 好了 再下來了 看看這間房子 這間房子 也很寬敞 也是光猛 可能要放到一個比較多的入場櫃 還可以放到這個真的大量的入場櫃 看看最後一間房子 這一間房子 就是一個書房 这个书房还有一个杂物室 甜 这里是屋苑其他的屋 这是宅宅 花丝拉今天有介绍完这个4房屋 希望你们喜欢 下次见拜拜 请勾来 转发